前段时间杜海涛和沈梦辰在长沙逛零食店上热搜 两人亲密的亲密举动 更是打破之前两人要离婚的传言 看到杜海涛和沈梦辰上热搜 不得不感慨 日子真的过得好快啊 快本原来是2021年停的 快乐大本营开播24年 曾经被称为总以甜花版的节目 给无数的零零90后带来快乐 大家是不是也想起那段每逢吃饭就捧着饭碗 在电视机面前等待的时光 快乐大本营甜甜好心情 快乐大本营从来都不是口号 节目面前观众撕着两颗大牙笑 在2021年被叫停快本跌入神坛 我们再也回不到 大家好 我们是快乐家族的快乐时光 大多人认为是因为收礼物事件的影响 那快乐大本营停泊的真实原因到底是什么 离开快乐大本营后的五位主持人的现状如何呢 一 何久 虽经历风波但仍坚韧 说到快乐大本营 相信大家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何久 其实最初的快本只有李湘一个主持人 铁大的李湘 流水的男主持 在李湘的推荐下何炯加入 从容的何炯很快就适应新环境 后来李湘的出走 何炯依然能够稳住场面 何炯有着超强的空场能力 应变能力 在节目中给新人表演的机会 照顾没有名气的明星 他们没有大红 但是何炯从不区别对待 在他的微博里 很多都是一些明星的活动的宣传 也不管是不是好的不活的 甚至为了让新人露脸 走路使弯腰从新人面前走过 大家曾经一度以为 何炯不会离开快乐大本营 谁不说一句 没有快乐 何炯的快本是没有灵魂的 何炯也是这样认为的 何炯在向往的生活中 自己不会不去录制 除非这个节目自己不录了 谁知道 一语成诚 口红王子中 何炯自爆家门 手礼物事件 愈演愈烈 甚至在最后被爆出收金条 收各种名牌东西 数额巨大 有粉丝说是自己主动送的 就是为了能让主持人在舞台上 多照顾照顾自己的偶像 在这次风波后不久 就传来快本停播的消息 离开快本的何炯 好像也没有过得很差 在街档快本的综艺里 你好 星期六 何炯依然是核心担当 明星大侦探依旧火热的进行中 还主持了阳市的分场晚会 和撒贝宁的同况也令人惊喜 有人说 湖南台不可能放弃何炯的 虽然有手礼物的事件发生 但是在平常的为人处事 专业能力都是无可替代的 并且和何炯相处的人 没有人说过她的坏话 二 谢娜有所改变 方向不同 提到何炯 我相信大家会不知觉地想起 经常在何炯身边 叽叽喳喳的谢娜 在快本上的时光 是谢娜的巅峰时期 这个活泼开朗 时常有些疯癫的女主持人 被大家称为太阳女神 在舞台上非常豁得出去 不在乎美丑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谢娜的红 当时谢娜的微博粉丝 是第一个破译的 直接创造了吉尼斯世界记录 虽然谢娜在屏幕上 她对我们带来了许多欢乐 但是在能力上 却还是有一些欠缺 在快本上那种欢乐 打叉的气氛适合谢娜 不适合在正经的一些晚会上 晚会上 王涵正在念广告词时 谢娜还在插话 旁边的何炯见到 立马用手戳谢娜 因此很多人都质疑谢娜的能力 是不是谢娜的主持风格 在快本的舞台上比较合适 脱离了这个总领之后就不行了 同时上不了台面 难听词也出现了 谢娜在快本之后 资源还是挺好的 但是看似资源挺多 但是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乘风破浪 2023中改头换面 一改之前大大咧咧的形象 在节目中大方自然 有时候的着装还酷酷的 有时会参加综艺 但是更多的是回归家庭 在自己的小家庭里美满幸福 从前的老路行不通 现在只有改变风格来找寻出路 只有在这条不满荆棘的道路上 深耕专业才能走得更远 三 李维嘉 独舍梗王 新的生活 李维嘉在大家心中的形象 一直是独舍多梗 在初期 李维嘉只是在芒果台 做一个外景主持人 后来机缘巧合下来到快本 出道这个舞台 李维嘉是一个 不被太多人关注的角色 但是随着他的经验不断的丰富 知识不断积累 在舞台上 李维嘉的话越来越多 不管是什么样的梗都能接起来 有一次李锐带女儿上快本 小朋友就唱了一首比较力一致的歌 李维嘉说 你带孩子参加企业年会次数不少吧 李维嘉在舞台上话不多 但是能起到一些画龙点睛的作用 在快本中看出 他拥有足够的实力 情商 但是他从不抢别人的风头 默默的付出 一切都刚刚好 看着李维嘉在舞台上不争不抢 但是在感情上 李维嘉却是沸沸扬扬 在和龙丹妮的关系上 他从未承认过 当然快本的知名度 为他带来了一些便利 代言的快乐 方程式持来问题 只管问加盟商要加盟费 但是其他的事情一概不管 甚至在快本停播后 一些关于违法的行动中 隐约有他的传闻 现在的李维嘉 已经完全脱离娱乐圈 观众不知道他的任何信息 只在22年是发了一条微博 人正在减肥 然之挺快乐的 在今年的哈哈哈哈哈哈中 让我们意外的是 李维嘉竟然出现 他似乎回到了舞台上 但是其他的消息还是不多 像李维嘉这样 与其说没有资源 不如说是他自己选择了 认为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 或是寻常在舞台上的掌声雷鸣 亦或是没有鲜花衬托的普通日子 只要足够清醒就可以 四杜海涛争议不断 结果真实 和不争不强的李维嘉相比 杜海涛虽然在快本上 是一个边缘人物 但是在一些行为准则上 杜海涛是极大胆又疯狂 这种事情在所有人听来都匪夷所思 但在杜海涛的身上发生了 在见到偶像权制龙后的杜海涛 真是万分激动啊 见到偶像太激动 当场下跪 被网友说没有骨气 在著名的伴郎事件中 被网友说不尊重女性 不光是这一件事 在他的感情上 和同台的无心刚开始 时不时的有些通告传出 让人猜测 在后来和沈梦辰的恋情 更是收到万众瞩目的阶段 在女儿的恋爱中 与沈梦辰的 狗粮在座的每一位都吃过 在这一段时间 杜海涛的热度居高不下 再到后来杜海涛减肥 让每一位观众都认知到一个问题 不是所有的人瘦下来都好看 有的人瘦下来 连可爱都没有了 哈哈哈哈 在这段恋情中 因为不结婚 他受到很多人的质疑 终于在2022年 与沈梦辰结婚 天上的喜鹊叫乖乖 谈了9年的爱情 终于有了结果 但是在后来这段时间 杜海涛一直没有一个 常驻的综艺或者主持人 再有消息传出 也都是和婚姻相关 当然有人说 他不缺钱 在现实生活里活得有滋有味 5 吴欣面对谩骂 默默努力 同杜海涛一同被湖南台选进去的吴欣 在快本上可以说是存在感激低 在快本中 他时常被说是主持功底不行 衣品不好 腿粗 但是他在谩骂中长大 在默默无闻的日子里 一直都在学习都在改变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离开快本后 吴欣的人气反而变高了 现在在五个人中 名气仅此何久 先参加我家内闺女 又主持元气满满的哥哥 更是在明星大侦探中 高智商的形象圈粉无数 在综艺中 五星推断果断大胆又细心 正确率又高 惊艳了很多人 乘风破浪的姐姐中 处处为别人考虑 但是又积极表现自己 让人喜欢 说五星腿粗 传达土的声音从来没有停止过 他的衣品像是开了挂 各种风格都能驾驭 不论是巧皮可爱 还是艺术系的学姐 都魅力十足 30多岁的五星 他不仅突破自我 勇敢面对网友的非议 还活跃在各种舞台上 仿佛重新找到了事业的活力 曾经是小透明的他 在其他的舞台上的光芒 也能被许多人看到 快乐大本营的停播 让人十分惋惜 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在后期 也看到许多的问题出现 快本的模式没有很好的改动 进行的一些小游戏 在现代人眼里变得无趣 也有人开始说 快本变得不好笑了 在快节奏时代 不进则退 不管是综艺 电视剧 电影或者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时刻跟进潮流 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没有谁好谁坏 不管是回归生活 还是努力工作 都是一种选择 但是怎么不努力一把呢 因为时代不会保佑任何人 所以身在局中 面对生活的不确定性 我们只有提高自己 把自己变成无可替代 记得接下来 也不许多什么爱